行政長官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 言證草耳政綱 並期望在本月底發布 《星島日報》人述消息指 李家超正考慮增設兩個副司長職位 立即在局長之上 消息人士指 由於政府架構重組之後 跨局的統籌工作將會變得更加監據 需要增設政務司副司長和財政司副司長 以加強不同政策局的統籌工作 李家超早前表示 希望新一屆政府正式上任之前 可以完成政府架構重組的工作 這樣對於組成新政府的管治班子 有很大的幫助 雖然時間上闖絕 但他對現屆政府的準備工作很有信心